咖啡之儿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特条咖啡 那起因是因为前段时间的咖啡节看了我视频的人 还有一些去了现场的人被各种各样的特条咖啡看话了眼 那我的视频下方呢也有不少留言发表他们自己的观点 其中点赞最多的是这条 全是特条咖啡 啥稀奇苦外的都往里边加 还有几条点赞比较多的 也在说特条咖啡出现各种各样的怪象 我先抛出来一个问题 你们会不会接受特条咖啡 那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吧 跟特条咖啡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呢也能够搭上边 之前呢就在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酒吧里边 我就见到他们的调酒室啊 就用黑松露跟酒结合在一起 然后呢旁边还附带送了一小片的西班牙火腿 那就是可以喝一小口再搭一片火腿一起吃的 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种搭配了之后啊 第一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味道还真的是让人蛮眼前一亮的 哇哎好喝啊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吃火腿的时候不是会夹起司吗 那种黑松露的芝士夹着火腿的那个感觉 那它整个威士忌其实被很圆润的包裹起来 它不会完全不会尖锐 那因为黑松露啊它通常是在西餐里边用到的一些食材 把它跟饮料结合在一起 虽然听起来感觉有一点点反差感 但是喝的时候啊那种融合感也不会让你觉得矛盾 还有一件事情啊是我之前回河南老家 老家是河南了吗 我去了一家新开的密雪冰城 因为那个店啊它刚出了一个爆款的奶茶 叫椰乳惠面 那还有一个甜品叫落沫冰淇淋 那因为郑州本地人都是吃惠面嘛 所以说呢他们就做了这么一款新品的奶茶 我就是比较猎奇冲着这个椰乳惠面去的 到了之后呢我点了单之后才发现 他们里边的惠面啊是用椰浆做成的一个类似惠面形状的甜品 它这个是长得有点像惠面的有点甜的椰子味 那当时我就觉得这个idea太屌了 它能把本地耳熟能详的这种小吃跟奶茶结合在一起 让大众消费者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搭配 整体的椰乳的基底 再加上里边的惠面形状的甜品小料 达到了猎奇的同时又有着非常好的口感 所以说我觉得茶饮研发 他们的水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在线 OK那么说完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再说回到特调咖啡 以及我评论里边 大部分人最近吐槽的一些猎奇的特调咖啡 那首先啊 我对咖啡的态度是非常开放包容的心态 它可以是各种各样不同形式的 我相信很多口碑做的好的他们的初衷啊也都是如此 那另外啊 WBC世界咖啡师比赛里边也是有创意咖啡的这一部分的 那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呢 就是使用的食材和原材料要跟咖啡豆 它有一个融合感以及平衡感 或者是食材能够让这款咖啡豆表达出来更加优秀的风味特性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优秀的咖啡师他们对于饮品类使用的食材比较有深度的研究 那根据不同的咖啡豆去寻找使其搭配的原材料 那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方式 它能够给这个行业带来一些正向的反馈 我自己是从小喝胡辣汤长大的 那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一直想 我能不能做一个胡辣汤咖啡 但是我知道这个想法我也只能想一想 或者是自己去恶搞这玩一玩就够了 那这两种完全不是一个饮食体系的饮食方式啊 还是让他们在各自的世界里边吸引着喜欢他们的人就够了 那好的咖啡配方啊 它一定是要经过成熟的研发技能以及味道的测试的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原材料搭配在一起 对在一起就完了 那当然啊 我也非常鼓励那些喜欢用各种各样的食材 水果 花草 香料等等 创造出来一些能够经受得住市场 消费者考验的好的特调咖啡 或者是咖啡饮料 那最后啊 我印象中好像是有这么一句话 咖啡嘛 喝到最后你还是喜欢简单的 那最后 Coffee is not serious about life Cheers 那我自己呢 这个抛起来了 这个对于你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